考个公务员能有多难 小花只不过才考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六七 终于在12年后 也就是她35岁成功上岸 成为安全局的合同工 在地铁上 小花悄悄划破女人的包 千包到手 虽然是急死人的地铁 但小花的火眼金睛 还是目睹了这一切 她本想伸张正义 小花却投了恶狠狠的眼神 吓得她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不过地铁里可不止这一双眼 警察早就埋伏在此 等小花下车后 就将她绳之以法 你以为这么顺利吗 错 地铁一到站 警察就被拥挤的人潮 挤开大老远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偷 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 正当小偷以为能溜着大吉时 衣服却被人扯住了 她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花 虽然杀伤力不大 但给警察拖住了时间 警花小美也是给力 这个时候乖乖扶法不行吗 非要过嘴瘾 小美听了可忍不住抱鼻气 好家伙 又一个过肩摔 小偷被狠狠摔在地上 要不是前来的同事拉住小美 而小花呢 匆匆忙忙赶去局里上班 却被上司告知 你被解雇了 莫名其妙在两年十七七江满 被上司炒了鱿鱼 小花前脚刚走 上司就接到电话 外交部已经经营亏损五亿 只要她悄悄帮忙补上 办成这件小事 她离升官就不远了 上司想都没多想 立刻往对方提供的账户汇了款 还约好之后双方见个面 当上司再次联系时 电话却是个空号 毫无疑问 她被电话诈骗了 这个如何是好 农用工款可是重嘴 这饭碗都会端不住 她思来想去 打算找特工打入片子内部 把钱搞回来 给自己的各路神通打电话 平日打个长打个短的 到了关键时刻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她 上司被这破事 急得焦头烂额 竟打起小花的主意 调出她的档案一看 这不得了啊 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上德厅堂下德厨房 上司立门找到小花 告诉她 这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啊 她卧底来到上司怀疑的公司 面试地点极其偏僻 一般人还真找不着这点 在这里 只要是个活人都能面试成功 所以小花顺利入职 第一天上班就是魔鬼式洗脑 只要好好干 大家就是一家人 经理还杨杨自得 炫耀公司最近诈骗了安全局 什么 上司怀疑的果然没错 就是这家诈骗公司 得到这个线索 她赶紧来到厕所汇报给上司 在这里却意外发现 前段时间在地铁里 遇到的警察小美 居然也在这里 难道警察也来赚外快 没想到小花看起来傻乎乎的 诈骗是得心应手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似的 短短几天就诈骗了三个亿 成为全场最佳MVP 公司还给她开庆功会 她在舞池尽情摇摆 而上司看到监控 恨不得抽着过去 让你当卧底 你弄个消灌要跑路啊 小美在宴会上也没闲着 趁着大家玩嗨了 独自溜到代表的房间 复制了她的电话卡 但因其鲁莽的性格 领导安排的任务 十次有九次都能坏事 这次也不例外 晚上她悄悄来到公司 调查公司的犯罪证据 正要离开时 突然一个黑身影 出现在她的面前 原来是抱着同样目的的小花 两人的打斗声 惊动了正在巡逻的保安 小美三两下就把保安打倒在地 俩人趁机逃了出来 一出来立马盯上 停靠路边的低势 俩人抢了车就跑 保安也是敬业 在后头穷追不舍 一个旋转飘移 车体360度转圈圈 撞上了马路边边 最后惊动了警察 保安警状只好跑了 因为此事 俩人的身份是瞒不住了 双方上次私下协商 想让对方退出 但是谁也不肯让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决定 让小美和小花合作 俩人才组队两分钟 就被经理叫去拓展业务 搞线下诈骗 这一次的目标 是手拿百万现金的老爷爷 这是他老伴的手术费 小花一听到这 实在不忍心诈骗他的钱 想全能离开 而小美就不一样了 为了让骗子尽快落网 现在得赶紧取得 经理的信任 拿来吧你 这单搞定 他俩在公司 混得风生水起 但俩人可是有任务的 于是他们决定展开行动 小花找同事套话 小美呢 使用美人计 想引经理上钩 到了晚上 经理果不其然出现了 还掏出房卡 这意思不用我多说了吧 趁着经理洗澡的功夫 小美复制了电话卡 经理还在幻想 今晚和小美共度凉宵 一出浴室 出了个大屁叉 直接送医院了 这丢人玩意儿 但是俩人都没调查出线索 小美决定转移目标 引诱代表 但她也不想想 就这硬邦邦的身体 代表能上钩吗 而小花毫无女人味 却成功吸引了代表的注意 她贴心的把小花送回家 这一切正好被小美装见 她问小花有没有调查出线索 小花示意去附近的咖啡馆戏说 啊 这都到家门口了 去咖啡馆干嘛 小美很是疑惑 没办法 小花只好把小美带回了家 原来她不忍心骗老爷爷 所以赎回押金 把钱送回去了 自己换成了破旧的地下室 小美一看 这孩子太善良了 既然是合作伙伴 而且一起遭的孽 那就住一块吧 诈骗公司有了他俩 事业是蒸蒸日上 从一开始诈骗小老百姓 到现在执丁贪污官员 这一波羊毛薅的是快中狠 这次更是瞄准了国防部副部长 声称武艺就能让他 坐上部长的位置 小花赶紧把消息汇报给上司 上司一听 什么国防部警察局都不管了 只要拿到武艺 补上自己的坑 就能平安无事了 不知道是不是人傻钱多 副部长也没多想 竟然轻易的把钱给了 负责拿钱的就是小美他俩 这刚把钱拿到手 俩人就要撕破脸 突然一个人撞掉了小美的钱箱 一眨眼的功夫 小花拎起箱子撒腿就跑 小美也紧追其后 最后小花成功逃走 而小美就没那么幸运了 公司已经撕破他们的身份 前来围堵小美 虽然她有一身好功夫 还能挣扎两下 但是面对五六个操汉子 寡不敌重 她还是被抓走了 小花拿着钱箱过来找上司 却没想到上司耍花招 之前撞他们的男人 就是领导安排的 箱子在内室就被调包了 自己这个箱子全是白纸 小花实在绷不住了 自己这么努力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她甚至跪下来 求上司再给一次机会 但上司压根就没想让她转正 怎么可能同意呢 她只好撂下狠话 告诉上司你会后悔的 果然上司一出门就后悔不已 因为在刚才 小花又把箱子掉包了 她气得一口脏话没处骂 小花知道小美被抓 打算用这钱去救她 却只会乖乖送人头 人没救出来 自己还搭进去了 代表一群人留下两头恶犬 就打算跑路了 这狗废得吓人 得想个发子 只见小花 嘿 还真有用 正当骗子们就要逃之夭夭 关键时刻警察登场 将其一网打尽 不 还漏了一个狡猾的代表 小花也是胆大 独自先来劝代表自首 能跑不跑 脑子有炮 所以代表把小花当人质 想借此逃走 但是警察怎么可能放过她呢 尤其报道姐妹小美 更是看不过去 一把枪扔到代表身上 小花趁机一个过肩摔 直接把代表摔到地上 没法动态 你没想到吧 小花可是抬拳道黑大哟 最后坏人自然全部落网 上次也得接受调查 至于两个非正式的特工 自从有了生死的考验 关系更是越来越亲密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 电影用喜剧的形式 将诈骗犯罪 呈现在我们面前 但在现实中 这一点都不好笑 如今个人身份泄露严重 骗子获取信息成本极低 给了电信诈骗的温床 我们要在提高 反诈骗意识的同时 还要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针对我国电信诈骗 这款国家反诈中心APP 唯一国家级反诈骗系统 你下载了吗